哈喽,欢迎来到皮卡小课堂之特殊艺术风格系列 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做波普艺术 波普艺术是一种主要源于商业美术形式的艺术风格 其特点是将大众文化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什么连环画啊,快餐啊,什么商标啊 进行放大复制 最早出现于1952到1955年间 波普艺术混合了很多风格 然后在设计中强调的是新奇和奇特 而且它会大胆地使用一些艳术的颜色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好,我们今天就用玛丽莲梦露的这张照片 来进行波普风格的制作 因为它是灰度的 而波普风格需要特别亮的颜色 我们就把它换成RGB颜色 接下来呢,我们走到这个选择里面 选择的色彩范围 白色是被选中的 我们选择高光 看 你可以选择调整一下容差 怎么调就看自己个人喜好 好,这样就很白了 然后按确定它就会出现一个选须 而这些选须就是高光的选须 把我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选择一个特别亮的黄色 纯纯的那种 确定 然后它是前景色 所以前景色前充 out of delete common d看到没有 亮光的区域就变成黄色了 现在回到背景 再次选择选择 然后呢,选到色彩范围 这次我们选择中间调 然后再次创一个新的图层 前景色前充 out of delete common d取消选须 最后再次选择色彩范围 回到背景里面 这次我们选择阴影 好的 波普风就出来了 可能你觉得不太好看 但是这波普风的做法 我只是教一个做法 至于怎么配色 就看你个人兴趣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点赞 支持 及时订阅 可以获得更多小技巧哦